第一我想講關於香港怎麼選的那些議員 我想大家明白 他們有些叫功能組別 還有其餘很多 我不想太多 有些已經是定性可以立即入圍的 是不能選的 另外關於那個普選委員 我最初都不贊成的 但其實他有答應 什麼時候會比的 關於那些小孩的青年 這次立法會 其實他們已經是誇大到 差不多到位置要將那個 要用整年時間裝修還是怎樣 其實是誇大的 其實這班小孩 其實他們 不要只說小孩 其實是很多大 他們所增加的自由 好像我們在美國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例子 例如各位先生 說得對 我們可以看到YouTube 可以去Google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網 例如中國大陸 我們可以看到百度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中衛節目 我們也可以看到法國的新聞 他們不只是爭取 只是自由 如果我們要在一個地方 只可以去指定一些網上的資料 或者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要被監察之後 其實美國都是有的 政府都在監察著我們 但是 是不是每一件事 每一年很小的事情都要監察 都是要犯的 我們會很恐懼 但是美國暫時是沒有的 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生活 所以現在班小孩的增長 不只是普選的辦法 是自由 因為國家給到你 當然是有自由送到 現在自由是你不是犯法 當然是 所以我想說這麼多 謝謝 好 謝謝你 不過我都想說一說 這位聽眾朋友 我想跟進一點資料 他提到香港立法會的破壞 是不需要一年 或者一年多的時間去修復的話 這件事是現在全世界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目前都是對破壞 在進行搜證 進行評估 我相信事實上也有其他後續 才能夠